各位工商界的朋友们 今天把大家叫来聚一下 是要宣布三件喜事 第一呢 是政府同意并支持我们成立工商联 从此以后啊 工人有工会 资方有工商联 大家不再各自为政 第二呢 是黄老打算创立职业教育培训体系 培训工人提高生产效率 那第三呢 就是我们林老板要远赴香港 去劝说秦老板回来 恢复水路交通 盘活上海经济 好啊 那接下来我们一件一件说 先请黄老为大家说一下 他的职业培训体系的构想 好好好 我讲了 对 那说起这件事情嘛 还是受到身心工人们的启发 那个自从把超身制度废除以后啊 工人们的积极性高得不得了 现在又提出要技术进步 这就是因果关系 为什么啊 你们想一想 那么工人的技能提高了 他就有了成就感了 他有了成就感 是不是他的积极性就会更高啊 对吧 所以 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搞培训的意义所在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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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工友们 大家都过了 大家都过了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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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是这个月 咱们工厂的产量单 比上一个月增长了百分之十七点八 成本却下降了百分之五点一 好 好 好 姐妹们 我们做到了 废除超身制 工厂不但没有被偷空 反倒还降低了成本 这就是我们工人当家做主的好处 好 工人当家做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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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工人当家做主